歡迎收看臺灣新鑑 今天要來討論 尤其說副總統接受英國媒體BBC來訪問 表明臺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好作是中華民國臺灣 北京政府經過副英文總統八百十十分票 金冠票來認真 他對臺灣可以做的這個注意 選項真的不多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北京的態度還是說對臺灣這個壓制 這個立頭一定會更強 這兩夜已經沒有對話 很久了 怎麼電開就對話了 我們也是要好好來觀察 另外我們說到這個臺灣跟中國的關係 也是要看美國政府 怎麼來挺臺灣 去年我們說臺美關係是最好的一年 副總統連任不得了 怎麼感動到這個臺美中 三方的關係 因為臺灣想要臺灣大事情 就要邀請鄉親好朋友 走回來對一位 這邊請我們邀請到三位來賓 第一位我們邀請到西蘇冰論員 老蘇傑 你好 第二位我們邀請到台京 南臺灣專欄辦公室主持人 各位人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邀請到南港台 這個外交關係 之前在中國改選的時候 當我們的外交 當了很嚴重 兩岸這個議題也在選後 很多人在討論說這兩岸關係 到底如何去電開這個對話 所以說在中國這個因素 質疑要怎麼電開這個對話 副總統進正也說了 這是北京的態度是很重要 是 在我來看我們這邊的選舉 應該說全世界都非常重視 因為差不多在選情 差不多全世界的媒體 都來到我們臺灣來觀察 我們這邊的選舉 我個人也是在差不多 中禮拜的時間 有協助一個為加拿大來的這個媒體公司 來做整個選舉的拆放和訪問 其實他們都很關心一個演藝題 就是說副英文總統在連任後 他未來這四年 這四年 他要怎麼在兩岸政策的部分 來做一個條件和改變 因為在目前這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臺灣和中國這個互動 我們幾乎是零 臺灣和香港這個互動 也幾乎是零 現在在目前這個對方 已讀不回的這個狀況 我們副英文總統 他現在有八百一十七萬 那年共產黨的民意 他在兩岸政策 他要怎麼去調整 當時也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 日本 歐洲 各國這個大賽 跟在我們臺灣的這個合集跟媒體 也都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副總統 他未來這四年 他要怎麼做這個條件 我 我覺得說 現在選舉已經都結束了 但是我們整個政府要來 修剋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去想一個方式 我們特別是說 在選情我們看到這個 國民黨在 對這個ECFA差不多去年 這個早收清單 有很多行的項目 都要這個 這個Espire 他不正我們臺灣對中國的出口 差不多這麼四年 是 這麼龐大的這個經貿的互動跟合作 我覺得說 選舉都結束了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副英文總統 可以有一個比較誤實 可以讓人民去看見 未來我們臺灣要怎麼走 是 這個副總統這個條件 尤其我們說這個對話 跟這個兩岸 其實他也是有說 他希望說在民主和和平和租款 這個前提下去做對話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這個球在對方那邊 因為他講了四個原則 其中有一個 他就說要在民主的原則 希望這個新生對案要聽到 是啦 在民主的原則 不過這個在國台版這個記者會 今天這個選後 頭一次他們開這個理性的這個記者會 很多人也問到 這個可能是兩岸 有時候我們說這會這個選舉 可能是打這個強重拜 這場拜到底有效嗎 國台版他是沒有回應 但是另外也有人問到說 是不是武力統一 他們自己也提供到武力統一 在他們這個中國 網路上開始插棍 在那插來插去說到底是要武力統一臺灣 這個議題也會移管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總統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 他有這個八百十七百 這個選民的機器 我們說到最關注的就是 他今天在總統府 第一次再說話 他說強調這個選擇 就是要維持政局這個穩定 另外呢 他也說到這個插棍 不是這個插交流 這個交流也是要繼續 所以我們看說 他知道是怎麼說的 議員工議員工台選 總統創議員 成功年齡 他在在總統府進行竄 第一次的公開談戀 他說到為了維持政給的穩定 已經把行政醫長搜尋涌 不斷 也遷促反心透法的功課 中心反心透法 不是反對交流 他的構成要件是非常的嚴謹 只要不是受到中國政府的指示 委託或者資助都屬於正常交流 不會受到影響 民眾如果還有疑慮 我已經要求行政院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請行政院相關部會 持續的宣導 避免民眾因為不了解文法的內容 產生不必要的恐慌 為了為了國安安卓總統推動 也讓未來兩環的關係必須多關心 他接受英國媒體BBC的專訪 豪有中國要面對憲息 也願意跟中國對話 但是台灣的主權沒有擔心空間 除了總統說到過去三年 中國不斷加強對台西亞 還有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讓大家知道中國的威脅是真的 他打拚不免讓中國想起 但是也沒有拜託中國會對台灣動用努力 所以如果兩環關係 怎麼走 蔡總統用八字 和平 對定 民主和對威 但是如何鼓替蔡總統表示 希望中國可以為這次選舉 對台灣人民的意見和意志 有真正的了解 也能對他們的政策進行檢討 這次代表總罕報得 說到武立統領台灣 蔡總統也說 中國如果是進入台灣 這個概念是非常大 尤其我們說 伊拉 我們跟台灣跟中國的經濟 伊拉也好 是很大的 但是說 武立統領台灣 在中國內部的聲音已經有了 我們的主席怎麼看 是 這件事 我們其實可以這樣來分析 就是說他放這種言論 武立幫你統一的這個言論 這種強迫的牌是有效還是無效 如果說很多我們觀眾朋友 或是經濟口號裡面 大家觀察就好 孫後 我們的新代表是孫子 滴滴滴 我們的股市 股市 不說因為這個強迫牌 一直幫你放空還是怎樣 是 你如果變成說 他這種強迫牌一直打一直打 過期不論你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李總統你選的時候 他也是打肥大 是 我們那次是真的有比較強 比較驚慌一些 到兩千年 阿彬亞總統你選的時候 他也是打這種牌 一直跟馬英九你選的時候 可能兩邊有稍微說一下 比較合 比較合法一些 到川普總統你選的時候 他又來這招 但是你這種就是中國這種作為 常常用 常常用到最後就是無效 再來看 因為你是政治言論這邊的操縱 還是實質經濟民的發展 我們已經要冷靜下來睡醒 我們以現實面來看的話 經濟民對我們臺灣是好的 你如果說不好 不可能說我們代表 代表會說你這幾天 你選後以後都一直你去 因為是 大家投資人 從選後來說的話 他比較放心 比較放心 因為在選情 很多不確定的這個狀況 那選後他比較確定 比較確定他就會放心去投資 所以投資 你國座的這些資金 費力來的時候 我們新代表自然會去 加上我們臺灣 臺灣 我們那裡的三頁都習慣說 第一季 臺灣買多貴 棄材 冷靜 甚至我們第一季有過年 所以我們的消費 都在第一季 都在第一季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第一季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一個指標 所有我們總管來看的話 美國在選情 他說 選情就放這個 說我們Google要在臺灣投資 投資大條 要請我們兩千五百的工程書 這對我們來說的話 是一個強心針 因為這個投資不是只 都台商回來 不是台商回來 是整個國際 我們這個產業鏈 生產鏈 從中國去刷 有一部分比較高端 就刷回來臺灣 如果是比較 附加價值比較低 有可能往東南那裡刷 所以這個經濟狀況對我們來說 總管來看是好的 是 有些人 大家分析說 我們臺灣的經濟都要靠中國 還有四十%的出口 在中國 但是你要這樣想 這四十%的東西在中國 但是中端的產品 最後的產品是在台 台部份是在美國和歐洲 所以其實我們臺灣的經濟是不行 不行是要依賴中國 我們可以跟中國做朋友 做最重要的朋友 但是不用這樣害怕 這樣狂猾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武力通往臺灣 不過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其實這種言論在臺灣過去有效 這時候八百十七萬的選票 臺灣人的嫁頭副總統 這條路是一國兩制 通意臺灣這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們就說武力通應臺灣 也不可能 我們老師也是擁有關係 研究的部分 怎麼去看這個部分 尤其副總統進場也說 是不是要對話 臺灣的態度是在北京的頭上 是我看 我是這樣看 我說從去年六月開始 香港發生這些反送中的遊行疫苗 其實你看到說 他們很多年輕人 他們都覺得願意來 儲出他們香港 大家的民主自由 是 我覺得在過去 這半島裡面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在過去這段時間 臺灣的年輕人也覺得說 他們要來支持香港 因為大家都看到說 我們共產黨面對一個中國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希望 我們有一個民主自由的生活 還有一個尊嚴的生活 這是我們應該說 做一個人的基本要求 過去因為我們面對中國的 這些統合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為了要賺錢 我希望我團論一下 我可以來 希望這個部分可以做交換 但是你看到說 過去中國的變化 他不是說要跟你交換 他其實就是要強調他的 輸送他的生活方式 在你的生活頂 所以變香港現在大家也開始在空間 那世界影響到說 我覺得這次我們臺灣 有這麼多年輕人 甚至是這個父母 在過去這段時間 都會去帶孩子來參加 這遊行 參加這香港有關的 話題裡面就是要標示說 我們其實在過去 是代表你說這個 一國兩者的這個生活 這個制度裡面 其實我們台灣人是沒有接受的 甚至是我們就用一個民主和平的方式 就是投票的方式 來帶大家說 我們不要接受這些這種的生活 我們台灣有我們的民主方式 當然要來對話 要來交流 我覺得我們政府都是反映的 只是說 在你如果要求你的生活方式 要來強調 我們是不接受的 不過我們想到就是說 這輩子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一國兩者不好 我們也說 蔡總統給丘 丹度去給這個中國 中國也說 你就不成任 這個丘是強調 我就不會跟自己投票 這要怎麼改 我覺得他們慢慢會 慢慢去做條件 我覺得其實總之 我們這幾天看得到說 他們過去對台灣都意圖不回 都不要跟我們交流 問題現在這麼多問題 不是大陸議員 我當兵主委 我就改變 所以他必須面對台灣 這新的民意要來做調整 他還不去調整 我在想去 我們台灣和香港現在的社會 連接一群 所以過去我們看到 在一月對他們的 區議會的選舉也大贏 我們台灣民進黨政府 這次選舉之後也大贏 在今年九月香港發育的選舉 還要來 有可能會影響到 然後一次選舉 可能民主牌又大贏 所以在這種交流的社會變化 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北京現在他們應該開始 想想要怎麼面對新的變化 所以他不去做調整 還有另外的路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是在我們台灣的病 其實是在大陸的病 是啦 因為過去都是用給我們下的方式 我們這個台灣人不是很大人 但是今天郭台北馬曉光 馬曉光 如果剛才說到這裏堅持 提醒自己的政局 這個交易共識 我們來看看 以示安順阿公的 我們先進去看看 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我们愿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 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搞对抗没有出路 搞台独更是绝路 和平是好东西 谁都相望和平 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其实这个副总统也说得很清楚 他说如果夹着中华民国台湾的主判 是没法参照的 所以要来看美国台独 美国台独也是看到美中台 这三方的关系 美国在这里扮演到什么角色 我觉得小英政府在过去这四年的中间 打美国牌是非常正確的方式 我们虽然说我们顶各位有发现这个非常非常 很辛苦的这个黑鹰直升机 这个北京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 有一个美军现任将领去出席这个告别式 所以我个人来看是觉得美国和台湾这个关系 官方对官方这个关系 尤其是这个关系 在过去这四年中间是得到非常大的加強 是 这也是变成说 以后习近平在未来四年要如何对台湾 他应该去考虑这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我们台湾跟美国走到这么晚 他不可能说有太多轻举妄动 其实在上星期的时候在开票那一天 在副总统这个总部的头前 他一直在开票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香港人在在欢呼 就变成说那地方是香港人的选区 他在希望我们副总统要連任 所以说香港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 某个程度上是绑在一起 变成说我们台湾的民主是香港 未来的命运的最后一个指标 所以他们也是 在香港 他也希望说台湾可以说 有往民主的方向走 对香港人来讲 他们会觉得更有保障 我另外再来讲到 我们在去年 年底来通过这个 这个欢信套法这个东西 他通过之后 在无论来讲 要不然有任何的执行 因为在这个法 他的条文并不是很多 他有说到各级 各级政府机关要主动去寒送 相关的检调单位 所以我个人的服务 就是说这个欢信套法 等会通过而已 整个社会对这个法律 而不说有真共的信心 我也希望说我们各级地方政府 包括中央跟地方 未来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 可以向人民有一个非常清澈的方式 來解释 不要让人民说 覺得心会很害羞 因為副總統 他也说这个法是在反滲通 不是在反交流 反信套不是反交流 所以我們剛才也說到 很多的贊助 說到這個 香港跟台湾這個關係 是计较 计较 臺灣接触的選舉 八八十七萬票 跟台湾 跟香港人 其實有丹波騎著火 另外也說到這個 美國跟台湾這個關係 跟抗黨這個中國這個關係 另外我們先帶大家來看 這個國際媒體 怎麼看台湾這回的選舉 我們看到這個日本 三軍新聞先對著這個蔡英文跟 羅青町的動選 他們的報道 他說到這年度 我們看到這個 台灣總統 他說唐辛子娘 唐辛子日記 這是很險的這個藝術 獨牌的這個王主 日本三軍新聞 他說蔡英文跟羅青町 他們這個人是 哪兒 是什麼樣的這個人 他用這個唐辛子 就是辣臺派 這個小英是辣臺派藝術 另外他說對中國一國兩者 生意的辣臺派 不會輔助的這個 另外我們看到這羅青町 他說獨立派的這個 臺毒派跟日本的這個政體 另外我們要來看 就是說這回這個 我們剛才說到美國這個因素 美國這個政界 怎麼看蔡英文動選這個回應 這個我們長毛看到 很多這個國會議員 這個重要的回應 我們看到美國國務卿 他是怎麼說的 蓬佩奧他說什麼 他說美國很好 這個創意文總統連任 先說 也再一次 展現到我們民主制度 這個活力 跟這個推特頭上 也跟關風網站頭上也發佈 這是這個國務卿 蘇雄 第一次用這個 發佈 我們要來請教我們Jerry 怎麼來看這個 這個部分 Nancy Pelosi 他說 上禮拜台灣人民為了自由 認為尊嚴 跟民主政府投下一票 超過百萬人的台灣人 也嚇唬 他說 他再一次來確認到 他建告的自由開放 民主社會打名 所以追求自由的人 都要受到這個計畫 另外這個Joe Biden 他說什麼 他說很讓副總統 和台灣人民 再一次透過這個 成功的選舉 因為你們這個自由開放的社會 讓你們變得更強 另外這個Steve Bannon 他說這個無論是香港 或是台灣的投票商 投票商 或是說這個 德黑人的這個街頭 都在為到自由跟民主 都提醒的這個川普的主義 另外我們要看到這個John Bolton 他說什麼 他說川普總統連任 給中共一個價值 不要介入台灣的這個選舉 也就是這個美國的 我們繼續請教Jerry 怎麼看這個國務卿 是頭一次來發佈這個核電 這也可以去看到說 我們對美的外交工作 登記來做是非常有性質 你要看到說 你要讓美國的國務卿 因為這美國國務卿 就定義說是美國的外交部長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官方 非常official一個核電 這我是覺得說 要感謝我們長期的住外人員 來長期的對美推動這個做外交的工作 這是也可以看到說 目前美國和台灣這個互動 越來越官方 好像已經越來越不會去避諱了 也讓 也讓中共來看 我們來說 其實美國對我們台灣 日本的選舉是一個非常激情 這個台獨 真的 這個美國這個激情 尤其我們說到這個去年四十十十年 這個雖然是台北這個長期四十十年 但是正常是台北關係最好的一檔 我們這個關係法 如果說這個收款 國宏這個收款部分 都在這裡可以看到有正常的部分 但是我們要再問到 就是說進行我們也討論過 這個free trade的部分 FTA的恰籤 在這月 可能是有跟美國有更新的合作空間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有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自由貿易協定進行 其實我們應該收口 我們剛才想說 為什麼這次這麼多國際的幽靈 你幫我們聽 其實香港在選舉進行 他們有關選團來台灣 那時候來請教說 為什麼就是說 他們未來香港的經濟何去何從 其實我那時候很清楚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選擇到中國對抗 其實我們的價格觀是受傷的 自由民主 領權和發財 這四項是共同的世界觀 是 你有這個世界觀 大家在這個世界觀的建構 之下才有說繁榮的貿易和繁榮的經濟 是 這是世界 說我們現在自由世界 共同的 對 你如果是說認同這個 這樣條件來說的話 我們才有說建立 自由貿易的 這個後數的這種貿易協定 就是經濟的關係 所以跟美國來說的話 我們過去其實已經有彈到相同的投資保障 學業 是 但是我們要想說 是不是說選後以後 我們台灣會更容易去簽這個FTA 因為其實是過去這幾年來說 一直有美國的三議員 你推動 這個說是不是美國 因為美國跟台灣是第一大貿易夥伴國 我們台灣是美國的第十一大夥伴國 所以其實來說的話 不只 我說不只只我們台灣對美國 台灣對他們國中 國中的夥伴關係跟沒有關係 因為你要簽FTA 這個不太簡單 不太簡單 尤其他現在你對中國 你簽貿易協定 他這裡裡面 導入裡面很大的人力 裡面做研究 做談判 對國風的商業的調查 他現在台東主委都在那裡 你要說叫他現在掛一批人 我們出來說自由貿易協定 有困難 但是不是說 我們要說隨時我們要自己來準備好 因為公自由貿易協定 這個事情不是說我們單方面 一方情願說我們要簽 隨便簽就有 那要談幾個年的事情 幾個年的事情 都我們自己準備好嗎 他一定會給你託美豬 對不對 美國已經放話說 你如果說美豬 我們自己處理得好 這樣自由貿易協定 才有說從後面談 這件其實我們沒有說不好的條件 譬如說智慧財產權 在外財產館 中國你這步 美國絕對不會扭他 絕對不會扭說 你在智慧財產權美國會扭 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智慧財產權做得很好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利多 要簽FTA是利多 再來說 我們現在美國跟中國來說的話 Trump administration 因為說所有美國 你們這些電子產品 通順的產品 不可以用中國的 尤其是華為 中間的 你可以把歐洲 可以把台灣 可以把日本買 但是你不可以把中國買 這對我們也是利多 除了說FTA 我們在5G 5G後面的合作 其實是 我覺得前進是看好的 那FTA 我覺得慢慢走 慢慢走 有一天會實現 但是太快的話 我們現在沒有談 太多的籌碼跟空間 可以談 就是說這個FTA 要慢慢說 要慢慢說 不可以說 我們這次副總統選贏 隨時我們要跟你簽 你就要跟你簽 這要一般磨合期 雖然說他們有你運作 但是我們台灣 We ready 我們是準備好 還是不會 如果準備好 可以 我們就開始跟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互相打 開始談 但是不可能說以前那麼快 另外一條就是說 我們台灣在CTPP 要反應什麼角色 對日本這條線 我是認為說 因為我們剛才也有說 就是副總統 董酸林 因為日本也是很看好他的 因為親日派 親日派 所以這個條件來說 我們對日本的 對日本的貿易關係 應該是可以更緊密 更緊密 更緊密 因為我們對日本 也有投資保障協議 對不對 投資保障協議 其實會一步就是 你談FTA 控制說 我們台灣還很想要加入CTPP 所以這兩件事 可以做一段處理 是 所以我們就是說 這個FTA 真的要準備好 尤其說 控制那個談法 我們之前也有討論 像這個VDA 這個議題 裡面都有一個條件 是 日本是核食的問題 核食的問題 我們自己要怎麼改觀 這是我認為 我們自己要有共識 有共識 我們再來說跟日本談 跟美國談 這樣才可能會比較快 是啦 所以說雖然跟這個美國 也就是說 日本是有好的關係 但是相對到 像老師說的這個 合適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VDA 這些問題 我們台灣真的要做好準備 不可能又是 他們看到國內政治 一些混混交交 另外我們再說 中國這個部分 中國在這次 我們看到這個 冠風 他的這個明天也好 還是說 政府的態度 對蔡英文總統 其實都是說 他對這個認真 真沒看見 尤其我們看到 冠風還是冠媒 他們做他這個創意 沒有很勝算的評論 這個廣敞 他還說 說台灣地区 選舉支持中國 一個地方的事務 希望這個 很多國家 要遵守到 一個中國這個原則 不可以和台灣地区發生 發展出任何冠風的關係 因為人和這個冠風性質的翁來 都要遵守到這個一中這個原則 不可以向台獨這個勢力 發出到人和錯誤的這個信息 馬曉公也有說 他說和平同意 他說兩者是他們一個中國這個原則 要保護到他們的這個租款 環境 國土的這個環境 人和反對這個人和 台獨分裂的這個行為 另外呢 冠風媒體 他也說這台灣實力 和中國的這個差距 有啦 一天一天猶大 台灣如果去拿去 這個倒兵的這個方向 這個蔡英文跟民進黨 都會變成是兩岸社會 共同的這個唾棄的這個部分 都是歷史的這個責任 那兩岸這個中國冠風媒 這個人民日報 他也說兩岸統領的這個歷史 是真的無法做做黨 不會因為一張選舉來改變 我們要繼續來請教我們的老師 怎麼看說冠風跟冠風媒體 對蔡英文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剛才也說到 美國這個勢力和日本的這個勢力 中國冠風媒體還是冠風 也是打得這麼快 是 我看 我現在應該是這樣說 中國當然現在看台灣的發展 也希望可以用經濟發展這個部分 來吸引台灣人對他們的勵動 不過過去我們也看到 就像剛才老師 其他老師也說到 我們現在台灣跟大陸 中間的經濟合作的部分 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 一二十年裡面 到達參選這麼多變化 我們台商民已經不是那麼多人 說在全部的主委都等於大陸 我們也看到說大陸現在的經濟空間 其實是人格的 所以你錢你都走不出來 走不出來 所以在這個方面的變化的時候 很多台商人 大家也都熟客說 下一次是不是我 我應該在台中的這些島主 島島分散 有好的選擇在台灣 有的選擇在東南下 所以在這個變化裡面 你會看到說 不一定說 台中現在要繼續用這種經濟的 氣運方式 可以去氣運到我們台灣人 對他的勵動 那當然我們在這次的選舉 我們還會看到說 其實我們都說這次台灣的選舉 他是一個價值的不一樣的選擇 所以在這個選舉裡面 我們當然看到說 有的那麼多人 他們會覺得說 兩方也是應該維持一個 很和平的關係 大家不要這樣衝突 大家可以盡量來賺錢 這是一個很好的部分 不過年輕人現在看的是說 他們大家都會覺得 你雖然要賺錢沒問題 兩方要來交流都沒問題 我們台灣的問題是什麼 台灣就是民主自由 所以在這個風向之下 你沒辦法來接受 這樣我告訴你 真正有討論的空間 所以不過我們剛才也說到 說他們要用武力 來統治台灣這件事 剛才看到那個法院人的公法 你也會了解說 他最好他在共同說 和平和平 和平是大家最大的共識 所以在這個台北 我們也看到說 台中其實他也沒想到 他要真的驚訝 武力的這個方式 他對他們來說不好 對我們來說當然也不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 裡面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未來我覺得一定有機會 當然我們現在小英總統也 爆出他的善意 希望可以來跟他們對話 所以我覺得台中 在未來這段時間 應該過年之後 有機會 後來時刻說 要怎麼跟台灣來做這麼多的接觸 是啦 今天在起這個副總統 也讓記者問到 這個副社會有可能 副總統是不怕 因為當然這個球 也不是副總統說要彈 他們就要接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說兩岸對外 怎麼要來開電 尤其很多部分的討論 我們後續都要繼續來觀察 剛才我們說到美國跟日本 可能跟台灣的經濟民 走得真清楚 真的選情的時候 中國也有跟我們握手 說這個匯大二十六項 或是三十一項 多多都是要跟台灣 來做一些對話 或是說十多交流的部分 但是這個很多年輕人 也有這個義盧存在 這個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義盧在哪裡 這個年輕人 我覺得當然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現在大家因為教育提關 大家 世界也怕頭頭 現在大家都在看說 你在全世界交流的時候 甚至是你 你比說你到高高 你都遇到大陸的年輕人 是 面對你發現一下 這趣味的地方就是說 大家有辦法在同一個地方 你看 看公共 問題是說到政治的時候 任兵的人都沒辦法交流 然後你會發現說 原來跟他們食材 越親密之後 他們的孫雄的方式 跟我們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面對的生活方式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是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沒辦法在同一個國家的體制 裡面做回去生活 其實我們要說台灣 現在的變化 最前面也是看到香港過去 這段時間的變化 你看他們跟他們 緊張 交流那麼多 結果越交流 他們是想要離開 大陸輪廣而已 那也不用說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跟 大陸交流 當然過去有經濟的影響 因為現在大家越看到這樣的交流 大家過去 過去這希望大家朋友來台灣去看 這希望我們每個人去看 透過這種越有方式 來食材的對方 其實你會越發現到 大家這麼不一樣 甚至是我們要說話 你也有意見 我覺得在這種生活方式 裡面 這種制度裡面 所以大家可能 或拜未來 沒辦法那麼好的交流 所以這當然是我們任兵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是啦 今天再次 我們有一個代算的 這個新的民調 就是說兩岸政策協議 他們所做 現在對這個蔡總統連任 台灣人怎麼看 跟中國電器對話 我們看這個所持表現是怎麼 先走回來看 兩岸政策協議 一份最新的民調 顯示 卻對副總統勝算後的發言和表現 有六聲的民眾表示萬一 兩岸政策協議 我六聲的民眾支持 中國應該和民進黨重開對話 希望中國大陸能夠正視中華民國 在一九四九年以後 在台灣仍然存在的事實 並且用這個來作為兩岸對等協商 良性互動的基礎 學者分析中國的中央順勢組 在台灣大選進行 對中國外交部長的奉義 以及國台辦的主任勞結議 在對台灣和兩岸關係 操作不離 拿出嚴重的批評 可以在一年後 北京的對待手法應該會變軟 台灣這次大選 這個可以說是狠狠的 在習近平臉上 打了一個響亮的巴掌 就是說你的一國兩制 台灣民眾不買單 所以我認為他接下來 也會比照香港的模式 採取一個比較軟的一個措施 在未來將近四個月的過程之中 我相信有許多的台面下的對話 或是看不見的 這種的對話是會產生的 學者認為 一時兩派對話民調所持 得到下了 你的支持 建議總統可以從國內的拿力對話開始 建立一定的共識 也能動作和中國對話重要意義 記者總括報道 兩派這個對話 可能真的不是一天兩天 可以解決這個部分 所以但是我們對著說中國未來 對臺灣這個 這個額頭 可能也是不會減少 但是我們看中國未來 對臺灣如何做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媒體 都有來做這個分析 我們看到英國這個部分 這個中國研究界階 這個主席民主席總統連任北京 可能會進行這個網路的攻擊 導致這個臺灣的媒體 和這個規劃到這個路由這個簽證 簽證 另外我們看到英國金融事部 他說會固定現主席 對臺灣政策 拆除這個軍事的手段 要尋求跟民進黨政府 改成的關係 民對到這個 或是要進 或是要拿這種 糾纏的狀況 北京可能會 控制到 強化目前的對待這個政策 另外要說到這個民進黨 和蔡英文 可以在這個地方選舉 大白的這個部分 來冰冰 對到北京 是這個 表示他們對臺灣 還是說對香港的政策 勝負的這個部分 美國也希望這個民進黨 有這種好問題可以繼續 另外我們看到華盛頓 華盛頓這個地球 他說美東在這個競爭的 這個大白境之下 臺灣在美國 印臺 戰力這個地位 慢慢來欠管 美國對臺灣的政策 希望也保持到 不要對這個統一 或是說台東標台 這個戰力比較這個 不清楚的部分 希望這個好朋友 解決台海這個問題 這個完全沒有去改變 另外美國學生 他也說到 習近平政府這個選擇 這個比較強的這個部分 可能會一邊軟 一邊強的去進行 特別是加大軍事 威脅和政敵 這個大壓力頭 華盛頓 華盛頓他們 可能要向北京 調整到對臺政策 所以中國未來怎麼做 也接受到美國怎麼做 我覺得因為不像臺灣的少年人 對中共是非常不信任 這個比例 我知道我看只會越來越高 所以我覺得臺灣這個民主的樓盆 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性了 所以你也可以去看 說在這邊國民黨 他們擺算之後 他們自己也有在檢討 他說不像你說 一勾兩者這個口號 完全沒有辦法讓國民黨去得到 我們少年人的心 所以他也是去想說 到底是要怎麼去想到一個新的口號 來跟年輕選民來做訴求 在過去每一邊臺灣要選舉的時候 阿公都用經濟 這個部分來做吸引 其實在香港也是一樣的 在香港也是說 我們來做一個什麼大彎區 在臺灣的部分 他就是說有一個肥大二十六條或三十一條 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的選舉 經濟牌是失效的 因為整個臺灣的選民 特別是這個年輕人的選民 他覺得說經濟雖然重要 但是我們臺灣的租款更尊嚴更安全 比經濟更重要 但是站在這個蔡英文總統 這個例子他也要去想到說 因為我們今年的選舉是因為 我們今年有香港的事情 所以兩岸的僵局 在香港這個對心理的威脅的背景之下 選民有辦法去接受說 我們暫時不要去改革 和對外這個互動的僵局 先把臺灣的租款更安全先告一條 這比較要緊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在香港這個空間這個態勢 越來越無法在臺灣的媒體 去抓到這個版面的槍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說 好像說插英文總統 在選戰後期 也不知道說要怎麼打這個選政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是 插英文政府 在未來的新年 他要去想 因為在香港這個壓力 越來越淡的時候 選民特別是中間選民 還有這些年輕的選民 他會去問說你剩總統 你現在連日還要做四年 未來這要怎麼做 我們不可能說未來四年還是跟中共 一直沒有任何互動 香港的陳同佳案 到目前是還沒有改革 我會記得 在上面還有一個臺灣版的陳同佳案 又發生 也是沒有解決 未來是不是會有第三期 第四期 像陳同佳案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我們臺灣跟香港 臺灣跟大陸 這個互動的僵局 確實是剩總統 在第二個任期 他要去面對這個部分 是啦 所以現在這個剩總統 在這個總統府 也有記者再問一次 這個黨東加安 這個進度怎麼轉 另外要怎麼處理到這個香港 像是說因為這個歡送中 很多這個難民的問題 所以就說這也是影響 這個進行民進黨 你打這張牌 你如何把這張牌實現 或是說這個香港人看到 你真的不只是選舉的口號而已 另外要回過頭來說 其實我們就說這回 在中美的目的前 這個臺灣也是有接到這個 好處的部分 民進黨或是蔡英文總統 也是站在天使地理人和的部分 這個外部的這個因素 就是對臺灣優利的這個 他們兩個在修正 臺灣在這裡站起來 我們看到這個美中部以前 這個最新的這個進度 就是說這個 如果是美國時間 這月十五 就是說這個部分 他們就要來做第一次端 這個恰恰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看到就說 自這個日空一半年 六月到一年 就是說第一倍五百億 這個部分 這個頂水的青端 跟我們說日空二空年 這個一月的時候 就算川普的這個政府的官員 就是說第一階段這個 貿易協議 中國成立 在在未來兩年前來 買這個美國四大三個 價達差不多兩千億美金的這個 商品 這組合的商品 現在最大的比例 我們說買的金 差不多是七百五十億美金 所以我們還說到這個美中部以前 其實在臺灣這回 我們是說他收到這個地方 但是美中部以前 像這時候 川普還要選去 這個東西 他可能先放在旁邊 臺灣在這裡 如果沒有這個因素 臺灣在選後 美中台的經濟這個部分 還是說外交 在這裡 就是說這個商品的這個部分 如何去有更新的這個部分 是 美國跟中國 我們一定是今天我們的晚上 他們的日子 要簽 目的確定 你去看 就是說他這項目的確定 大部分是阻止中國要跟美國賣名 這是解決什麼 解決我們說的貿易順差 就是中國對美國的 每年的貿易順差太大 所以過去來說 中國都跟美國買什麼 買波音七四七 買回零機 來增加英國來交通 因為我們在過去 我們剛才你看 年青空十九年的時候 八月到十五月的時候 他的第二階段 這個調高關稅的時候 中國用減少跟美國買農產品的 這個行為來貸責 結果美國不適合 美國不適合 所以現在其實是把過去的這個庫大 去補起來 但是他們現在裡面的貿易協定 第一階段已經開始 沒有說減稅 沒有說第一階段十四的十八要把它拿掉 第二 他上去年 本來是十二月要掉到二十五八 是 那個是暫緩實施 暫緩實施 不是 他現在就是說 他現在川普要選 要選他要有力度 就看中國要配合 是 如果是沒有配合的話 後面才會有繼續這個行動 但是我們這樣分開來看的話 其實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是越來越壞 越來越壞 因為從以前就是說 從最好的時候 差不多在克林頓的時候 其實跟歐巴馬政權的時候 其實美國跟中國這個貿易關係 就已經開始走下坡 走下坡 那未來來說的話 就是說美國一直跟中國一直跟美國 要唱像是世界的霸主 像你經濟裡面發聲 是 美國當然也吞不下去 因為所有我們現在全世界用的科技 關於是iPhone 行動科技 或是所有的我們說的Internet 網路這些科技 這都是美國發明的 但是你中國去世界這些先進的國家 去投這些技術 投完之後來說 他來說他離空二五年 他的中國二零二五計畫 離空二五年 他要擁控世界大部分的經濟 過去我們這幾年代 你說一台一樓 一台一樓 你把他發一聲這麼大聲 把這些第三世界國家都口號來 說我要投資你們多少 投資你們多少 所以你要說 你中國所做出來的這個行為 是一直跟美國搶賭 那你搶賭的行為來說的話 你現在我們說二千空十九年 二千空十九年 你看一九百九年到二千空十九年 三十年 這三十年是中國最美好的時光 最美好的時光 是 後來三十年二零四九年 二零四九年 為什麼是這樣說 鄧小平說 你們中國要韜光養晦六十年 結果習近平自己跳出來說 三十年他就要世界第一中國 所以說 他去維背的這個 鄧小平當初頂來的策略 策略 所以 是 在這個 這個泰水中間的話 日本 日本跟韓國 日本跟韓國 跟台灣 其實我們 我們倫真來講起來 我們都是印太戰略 印度太平洋電力的一環 是 我們又是合心 合心 所以你知道這個狀況什麼 美國怎麼可能說 放我們台灣 你去跟中國學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是我們台灣 未來的科技 我們現在說 所有的晶圓代工 我們台灣最強 你現在七奈米 以下五奈米 三奈米 基本上都是台資電 台灣的這些科技公司 你做的 美國怎麼可能說 把這麼重要的 戰力阻散 放送的對手 是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一定說 所有用進聯合辦法 也要把台灣留下來 我們常常說 我們台灣好像是 中國好像是 對我們比較好 其實不可以 不可以 其實你這個 我跟台灣跟中國 沒有關係 他要讓你看 都是賺到錢 但是不需要讓你看 你自己去問看看 很多台商 是在中國吃到鞋 吃到鞋 聊到整個土地 他都沒說 他都沒說 他只說好的部分 你看看 韓國 這三年來 在中國了很多 所以他現在跟中國 漸漸漸漸 沒有關係 切掉 日本也是 所以他說 現在 醫生必定 這個問題 我覺得 越來越怕不通 對啊 我們台灣要自己站著 自己要站著 因為 他今天說 韓國 他是獨立的國家 他沒有我們台灣的因素 對不對 照相中國給他 電得金金金 對啊 日本也是 日本是世界 他說第二 跟第三 他現在中國跟日本 就是在這個第二 世界第二 跟第三的經濟 是中國 是不是 中國現在是第二 所以 他也是跟日本電得金金 我們台灣是更小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 我感覺說 我們的態度要擺掉 很明顯 你越軟 他就吃得越厚 所以台灣 我們自己要準備 要準備 因為我沒有 我感覺 就是說未來來說 習近平不可能 對台灣 越來越軟 越來越軟 他只說 硬的越硬 這些軟的 要跟你想的 通前的策略 是 通前的策略 是不可能放棄 通前的策略 不可能放棄 但是我們剛才說到 這個習近平 可能也面對著他自己 入圍 可能他未來 接班這個問題 對台灣這個策略 因為香港問題 他也解決不了 台灣你看 八百十七萬人 但是他就是面對著 台灣香港這兩地 他未來怎麼去做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發展 對北京現在來說 最重要的是香港問題 因為香港問題 現在對他來說 處理不好使 他有可能他的擴散 等於內部的 吉他 對 吉他的新聞 所以其實很多 大家的朋友也都在看 就是說 很特別的就是 去年十一月二十四 香港幾月選舉之前 北京都覺得說 我要讓你選的原因是嗎 我賓國過 我覺得我贏了 對不對 所以到那個中島以前 因為我十一月 離世 我去香港看的選舉 在中島以前 看到很多大家的朋友 他們的媒體 他們準備來迎接 亞補的勝算 結果到亞補以後 突然發到說 那個投票這麼高 年輕人 大家都出的投票 是 媒體全部都撐回去 到一天 今天 票一開出來 你看到大陸的媒體 大家都點了 大家就開始去輸客 然後到這次 他也看到說 台灣的選舉 其實你看到很大時間 很多人 你覺得他們 大家的媒體 聽到說 香港人不一定會輸 他們覺得他還有拚 結果到選票 看到八百萬票 以後之後 他們才知道 媒體有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說 未來這段時間 大陸 他們在去調整 他們對香港 對台灣這些 賓國 很多賓國都是錯誤的 這些錯誤 就是大家說 過期很多官員 可能在山坡國的時候 都會上台大大老闆說 這絕對我們贏 沒問題 結果覺得什麼問題 你要解決 什麼 我們可以做這麼 很多工作 用這個經濟 這小的經濟 可以吸收 有很多好朋友 怕我們這條 我們這條路 現在發現這裡都是騙的 這都是假的 所以看來部 他們用這種騙的 用這種這種 要用經濟吸收的方式 老伯都走不通 走不通 以後之後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發展 老伯是說 他們會去思考 要去思考 要怎麼看香港 怕在這個 目前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們要怎麼用新的政策來吸收 香港跟臺灣社會對應的領導 我覺得如果他不去尊重人生活的方式 不去尊重人對民主自由的這些循環 這樣我們香港跟臺灣 甚至他跟台中 老伯都不會有聯合的 有辦法交流的部分 那你要越少人 人家的反共會越高 那他也越拿給美國 或是世界這些西方的國家 越拿到有機會去探索 所以我覺得這是老伯 要自己去 去真的好好去思考 所以剛剛說到我們 像剛才我們看到的 兩岸政策協會已經說 其實北京真的好好去想說 臺灣 中華民國 他現在存在的這個屬性 他要怎麼好好地在這個屬性 會基礎上來跟臺灣來中心來思考 說要怎麼來對話 要怎麼交流 雖然我們臺灣沒有跟他們交流 沒有跟我們對話 我們走不通 不過一樣 他沒有跟我們交流 沒有跟我們對話 都要移圖不回 他跟臺灣這麼也走不通 臺灣跟臺灣越走 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們要好好去思考的部分 所以啦 中華民國臺灣存在的 這個主席是真的沒有參想的 所以說這個兩岸這個部分 副總統 還是說這個副總統 已經調整很多 未來就看這個北京政府 怎麼去回應 所以今天感謝三位來賓 跟我們這邊討論 到我們這個勝算 之後這個外交 辛苦的挑戰 非常感謝三位來賓 感謝 我們來賓